各位好,我們現在 如果iPhone 可能剛買來,然後裡面都沒有音樂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把它放到手機裡面 好,那我們首先先 要裝這iTunes要先裝好 裝好之後再把它手機接上去 然後信任這部電腦之後 這邊會顯示出手機的圖樣 好,那你就是點一下手機 點一下,然後再跳進來音樂 好,那跳進來之後 你如果點檔案那邊播放清單是沒有 你音樂裡面是沒有 好,那我這個是手機裡面 可能原本裡面已經載好的一些音樂都在這邊 那我這台電腦是 剛裝好iTunes它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好,所以呢 它在同步的時候會跟你這台電腦做同步 這要注意,可能 你如果這台電腦什麼都沒有 你又同步之後,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好,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所以呢我現在就是已經 手機已經跟這部電腦已經同步之後 好,它已經在這邊裝置已經出現 然後點音樂 好,點音樂之後呢 直接點 點手機 點下去 這個圖示點下去之後 會進來 手機的狀態 好,它會說明一下手機目前的狀態 好,那我們就點一下這個摘要 好,點進去 好,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拉桿往下拉 拉下來 勾選手動管理音樂和影片 這個打勾 好,打勾之後呢 按下套用 好,它按下套用之後 它會問你說 你是否要跟iTunes同步 這個一定要跟它同步 因為你的資料才會同步過來 所以這個你不按的話就沒辦法 我就一定要同步跟取代 所以你要注意啊 如果你這台電腦什麼都空的 跟你手機不是同步的狀態 你到最後手機會跟電腦這邊 以它為主 所以按下同步並取代 好,按完之後 再按一下完成 好,完成之後呢 因為我這台電腦是沒有音樂 所以現在我電腦裡面 看到我現在的音樂 手機裡面已經被同步了 什麼都沒有,是空的 好,是空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把我們的 音樂能拉進來 好,我們就是點 上面的檔案 點檔案 然後點新增播放清單 反正現在要加音樂清單 就是開播放清單 然後丟音樂 在播放清單裡面 好,那我是點播放清單 點了之後呢 在下面就會跳出來 一個播放清單 好,那我這邊命名 就是運動用的 播放清單 好,那命完之後 就清單運動用吧 再把所有的音樂 拖曳拉到 我們清單這邊來 好,然後它就會 開始在那邊 複製進去 好,複製進來 好,那你等到這個 所有的顏色都變成 黑色 那就代表 像這樣就全部跑完 全部跑完 這樣就音樂都進來 所以以後如果要加音樂的話 就是一樣從 這邊新增播放清單 然後這邊一直新增清單 那就所音樂 陸續陸續一直進來 好,這就是我們把 音樂加入iPhone的一個方式 藉由iTunes把它放進來 順便設定播放清單 好,可以試試看喔